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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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这些晶片用来做什么 这些晶片是用来做LED的材料 但未变成LED之前 我们要先进去木层室 那为什么要进去木层室 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 我们想减低污染 才有我们想要的效果 你还是快换一下国袋 不要给层室上晶片 木层室的主要功用 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干净的晋室环境 让我们进行生产和处理的程序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步骤呢 我们现在将已经清洁好的晶片 放入这部机器 它就可以帮我们在晶片上 生成一层工人防膜 而这部机器就是原子层沉积系统 而这部机器就是原子层沉积系统 Albert 我们来这个实验室会有什么要做呢 我们来这个实验室 是用这部X光显射器 来看看在晶片上生长的功能材料 是否我们心目中想要的结构 X光是如何测试到材料的结构呢 X光的波长和晶体内的原子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当X光照射到晶体的时候 在晶体内有一个规矩的环境做散射 散射的光线会产生了光线运象 而成了显射 因为材料的结图形一样 显射的角度会一样 而产生出来的显射图形亦不一样 在分析了显射图形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部材料的晶体结构 现在都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可以拿出来 这部材料是否代表能够用呢 现在还未能够用 我们要测试它的电性能 以及用光浦仪测试它的波长 才知道它的性能是如何 我们现在这个光浦仪运接到电脑上 光浦仪可以帮我们分析 在每一个波长内收到多少光纸 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到 在530纳米这个波长 是收到最多光纸的 经过了我们之前那么多的测试 我们发觉我们加工了的晶片 是可以做LED的配件 原来这里的实验室 有这么多多元化和先像的仪器 以后我就可以和我的组员 来这里做不同的实验和研究了